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最近一段时间各个航空公司先后推出了随心飞 无限飞 任性飞等产品 那引爆了航旅市场 宣传中说只要2999元或者是3322元 就可以在今年的下半年无限次的乘坐航班去想去的地方 可是无限次听起来是不是很诱惑呢 那么相信在家宅了大半年的您一定会心动的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实际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实惠的随心飞套餐 真实地使用起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可以随心飞呢 好 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东方航空首推周末随心飞 售价3322元 可在今年内不限次数地乘坐东航和上航周末国内航班经济舱旅行 南航快乐飞定价3699元 主打不限航班 不限时间 不限年龄 有效期从2020年8月26日至2021年1月6日 华夏航空的全国不限次数飞行套餐 售价2999元 周末和工作日通用 截止到2020年10月24日 海南航空的海航随心飞 欢聚自贸港产品 则以2699元和2999元的价格 提供半年内不限次海南进出港航班 以及2880元海南免税店代金券 而非洲APP推出的任性飞更是宣称 500元以下的机票66元就可以乘坐 但是得每天限量抢购 这些产品一上线就受到了众多消费者追捧 在直播间被一抢而光 已经是下架了 已经下架了 速度太快了 他家的速度太给力了 因为都是限量发售 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表示 手速慢根本抢不到 抢到的人则满是欢呼雀跃 飞出的任期飞产品上线当天 顺时就有近200万人涌入抢券 说明大家的购票出油热情非常强烈 产品上线当日呢 恰逢宣布全国跨城有开放 很多用户抢到66元飞全国的资格券之后呢 立刻就下单买票了 海洋航空推出的第一期无线飞的飞行套餐 是1000套 目前在6月30号之前也没成功收听 第一个特点是限量 因为我们要保证旅客的订票的成功率 以及出行的体验的感受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推出的好友是服务的 这个套餐产品 在很多地场我们提供了接通机服务 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航落实清和精细服务的理念 二是为了盘活运力资源 三是顺应广大旅客的出行意愿 四是进一步促进航空旅行的复苏 它有力服务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入北京的张琪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 在今年618期间 它抢购了由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 周末随先飞产品 平时也挺爱出去玩的 因为疫情这半年哪也没有去 然后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平时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一两趟的门 出去旅行 然后周末如果没有出去旅行的计划 也会去周边走一走玩一玩什么的 张琪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 随心飞产品的推送 上面写着3322元 可在今年内不限次数乘坐 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 周末国内航班经济舱旅行 作为一个旅行爱好者 她立马想要抢购 我就觉得以后再出去玩的时候 买机票就不用再挑哪个更划算 挑哪个时间段合不合适 方不方便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的话 因为我从北京出发嘛 东航的话航线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我第一次进这个APP的时候是白天 没有排进队去 当时一直是显示正在排队中 然后后来那个第二天 我因为工作到很晚 然后突然我就想 我再试试看能不能进去 当时大概夜里三点左右吧 然后就很轻松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下单立刻就买好了 抢购到随心飞后 张琪立刻计划了一场出游 和朋友一起从北京出发 用一周的时间去杭州和成都玩 不过因为只能周末出游 他只能用随心飞兑换两张机票 两张机票的兑换还都蛮顺利的 我是打算礼拜天从北京飞往杭州 然后在杭州玩三天左右 周三从杭州飞到成都 因为这趟航线是周三的行程 它不是周末的 所以周末随心飞 无法在平时的工作日使用 我就自费买了一张杭州 去成都的机票 张琪算了一下 因为买了随心飞 这一趟旅程下来 比没有买随心飞的朋友 节省了一千多元钱 随心飞的三分之一就赚回来了 他觉得十分划算 张琪打算下半年 可以用随心飞 多出门几次好好玩玩 不过跟满心期待出游的张琪相比 同样买了东航随心飞的消费者周小雪 却有一肚子的牢骚 和张琪想用随心飞出去旅游的目的不同 周小雪买随心飞机票 主要是为了方便周六周日回老家探亲 我可能比较多的需求就是回家 所以我就查了东航 从北京到兰州往返的机票 我就发现他时间还是特别合适的 就是每周六上午有一个最早有九点的 还有一趟十一点的 然后每周日晚上有十点回来的 对就比较合适 我有算过就是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航班 就是周六上午的和周日晚上的 一般均价都是七百左右 所以一趟就一千四 所以基本上飞三趟就回本了 对所以我就想着下半年半年 我回去三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抢到了东航随心飞产品后 周小雪准备订票 但是订了票以后他就发现了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六月三十号的时候 第一次进行了订票 然后是订了七月十一号十二号 这个周末的 然后是周六的上午十一点飞 然后周日的晚上十点回 对还挺合适的 然后最后比较坑 然后六月三十号订的订的这两张票 然后七月一号的时候 东航的系统通知说 第二天周日晚上回来十点半的那趟航班 被改 因为疫情原因取消 然后取消了以后 他自动帮我改成了七点 晚上七点半飞的 对然后我当时也就没有注意 我说其实也就少了三个小时 无所谓 然后就没有管 然后到第二天七月二号的时候 我刷新了一下我的那个航里纵横的那个时间 然后发现去的那趟被改成了周六下午的三点半飞 哦 周六下午的七点半飞 晚上的七点半飞 然后回来的那趟被改成了周日下午的三点半飞 就一下这个时间错了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两趟航班的修改 东航是没有给我任何系统通知的 就改变很大 这个周六上午十一点的突然变成了晚上七点二十五 然后下午说改成七点二十的 给我改成了下午三点半 所以这个时间就无法接受了 本想着周六上午回家 周日晚上回北京 可以有将近一天的时间陪陪父母 可是航班发生的变动 让他能在家的时间压缩了一大半 等于是晚上七点半到的话都十点多 然后第二天在午三点半要飞的话 我可能中午就要去了 就真的只是睡一觉回家 首先他改的这个时间 然后肯定是没有办法出行的 然后我最在意的点 就是他没有系统通知告诉我 我觉得这么大跨度的时间改变 他起码应该有一条短信通知 能够确保我能够看到 这个航班的时间变动了这么大 周小雪认为 由于疫情原因 航班变动自己是可以接受的 但令他最在意的是 航班变动却没有通知 因为随心飞产品的使用规则上明确要求 兑换期限是航班起飞日期前五天 如无法成行需至少提前四天退票 特别限制里还显明 如发生三次定做兑换后 未乘坐且未在规定时间前办理退票取消 周末随先飞产品将自动失效 所以等于是如果我没有仔细看我的行旅纵横 我是一个没有下载行旅纵横的人的话 我可能就会周六的上午9点10点跑到机场 然后发现被改到了晚上7点半 那个时候想退票也来不及了 因为他必须提前四天退 退不了票的话你就必须做 如果不做的话又会被算到 这个三次不做这个里面 可能会被取消权益 这个就比较坑 随心飞的规则里确实写着 产品如未定做换票可全额退款 一经定做换票不可退款 但是周小雪认为 航班总是被改动 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出行 而且自己也没有用随心飞坐过飞机 怎么就不能推呢 是18 19也定了一次 然后这周二十几号又定了一次 就每次都被改 这两次怎么改的跟我们说一下 但这两次没有第一次那么夸张 他只是就是把第二天晚上十点半 那个航班锅改成了晚上七点半的 周小雪和买了随心飞的网友 建了一个微信群 本想着下半年相约出游 现在则变成了吐槽群 他们发现除了航班被随意改时间外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买了随心飞后 用随心飞订票就显示该用户不存在 但是正常订票就可以 周小雪给东航的客服 打了三次电话投诉 但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这个的话同样也是由我们后台工作员 去发的 这个确实非常高潜 那这个不发 如果我当时没有注意看 我都已经跑到机场 你说是晚上七点半的航班 然后给我改成了三点半 没有通知我 我如果六点半到了机场 然后发现三点半就飞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呢 对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 您说这个的话我可以帮你反归给公司 但退卡的话 这个只要是开票 其实不符合这卡的规定的 你都已经这样了 我怎么不能退呢 所以就感觉东航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 然后我之前也打过三次客服 每次都是这样的回应 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系统不给你通知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找谁 反正票是退不了 钱 随心飞的钱你肯定也是退不了 我只能知道这个 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回复 除了东航随心飞产品 记者在网上也看到了消费者 对海南航空和春秋航空随心飞的吐槽 这位网友在微博上吐槽说 春秋航空对买了套餐的人 所放出的座位数量是有限的 每个航班限量20个座位 基本抢不到 点开就是想飞就飞以对完 提前两个月预定11的票 已经预定不到了 这位网友称 自己在海南航空直播抢购产品 因直播时未说清规则 导致自己抢的随先飞无效 但是却被付款了 现在要退款却迟迟没人解决 已经过了五个工作日 还是没有收到付款 另外就是我们很无法理解 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在后台 明明一开始就跟我们 确认了这个订单是无效的 反而还确认强制 后台确认给我们收款了 就明明你说了这个单无效 你还给我把钱给收走了 看来随先飞并没有随先 记者通过采访和本券调查的方式 对100位消费者进行了 随先飞购买意愿的调查 发现44人表示会购买随先飞产品 45人选择购买随先飞的原因 是因为价格便宜 但对随先飞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用户兑换不到票 航班时间不好 有隐性的兑换条件等 周边很多朋友都买了 但是他们统一的一个反馈呢 就是临近时间了就不好订票 但是便宜吧 它有各种限制 还是比较牵判人吧 不能随心 随心飞 做不到自己随心飞 就是说为了那个便宜飞 只能是这样 觉得这个价钱 只要出行就会比较合适的 大多数人都适合 因为六日飞 你礼拜六去礼拜日回 不现实 要旅游的话 不太现实 而且不可能玩一周 那么关于消费者 使用随心飞产品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记者整理了 关于随心飞消费者 最想吐槽的问题 对东方航空公司 进行了视频采访 用随心飞订票 经常被改期 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随心飞 并是机率先有的航线 或航班可用座位 并不是每一位旅客 说我想到哪儿去 你的航班必须要保障 这是一个 第二个航班的改变 其实与随心飞没有关系 因为正常情况下 航空公司的航班 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天气的原因 管制的原因 经营的原因 机物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 航班都可能出现变化 这个凡事不是旅客原因 而是由于 刚才我说的这些客观原因 造成的航班的变化不正常 这个是不计入 不算旅客去弃乘的 肖顺喜承诺说 如果是非个人原因 造成的弃乘 是不算入三次定座 兑换后未乘坐这条规定的 随心飞要提前订票退票 规则众多 并且如果兑换过 即使未乘坐也不能退 为什么呢 因为航空公司的机票座位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 它不像一个食物商品 这样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航空公司的座位是一个资源 只要你定了坐 你事实上就占用了 航空公司的航班资源 不是说我一定要起飞 我坐了飞机以后 我财算 我交付 因为你占用座位 航空公司就已经为你在工作 已经在把你的座位 已经留下来了 我就不能对其他地方销售了 肖顺喜提醒消费者 一定要认清航空机票的商品 特殊性在理性购买 正常订票可以 用随先飞就无法订到票 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 不存在了 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技术原因 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很短的时间 大概一两天我们就解决了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从A到B到C 这是一个航班号 但是由于两段都存在着一个座位控制 和运驾管理方面的问题 有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有的时候是 就刚开始的时候 是ABC这样的航段 存在着 有的航段在销售 但是随先飞旅客 订不到票 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 很快就解决了 这个逻辑判断 已经处理了 现在就一句话 有机票卖 随先飞旅客 就可以订 萧顺喜说 之前消费者投诉随先飞 无法订到票 也属于技术问题 他们在6月18号 产品发售后没多久 就进行了改善 但是截止到目前 网络上仍然有虎槽 周末随先飞的声音 这位网友在7月30号发微博称 明明经济舱有票 自己用随先飞 却还是买不到票 这位网友在7月28日发微博称 自己的东航随先飞 没用一次产品就失效了 退票一次和两次的时候 都没有提醒 这位网友在7月27日发微博称 随先飞用户有票不能兑换 客服说不清楚 让消费者换个日子 不过在采访时 萧顺喜也表示 随先飞产品作为一个创新产品 还是有一些不足 公司内部也在积极改进 目前可能需要一些人工的干预 因为我们智能化的程度 还没有这么高 这个我们继续努力 那么对于随先飞产品 其他业内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航空公司需要如何操作 才能让消费者满意呢 就此我们来到中国旅游研究院 张阳博士是专门研究旅行服务领域的专家 他告诉我们 随先飞产品是我国航空公司 在疫情影响下的一个创新之举 一方面能够弥补航空公司的亏损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 能提振消费者的出行信息 首先呢 这个大家能够看到呢 这个产品销售非常火爆 所以它是很好的一个回流现金流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现金流如果我们算起来呢 对航司来讲可能它的 支持它的一个往年盈利的 或者是营业额的一个领头 那么我想它更重要的意义呢 应该在于它如何能够提振 疫后的人们出行的这样一些 出行的信心 然后也可以再利用这样一个时机 做一些航司之前没有试过的 一些产品的创新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东航推出周末随先飞套餐后的 首两个周末 6月27日至28日 即7月40日至5日 内地航线客座率有着明显提振 首两个周末平均客座率约达74% 作为周末随先飞的热门建筑港城市 上海和成都的机场 起降价次也在这两个周末 呈现上升态势 其中7月5日 上海虹桥机场和成都双流机场 起降价次均恢复到去年 同期约九成的水平 许多人因为购买了航空公司 随先飞产品增加了出行意愿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因为担心随先飞的规则 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不敢购买 那么航空公司如何做 才能让消费者理解这些规则 并且信任呢 张扬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种规则的设定应该是 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可感知的 可计算的 可衡量的 是心里比较透明的 不是模模糊糊的 那么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设定 那么在这个背后呢 它的如何体现呢 可能还涉及到我们的一些技术的改善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还是刚才说的 可以根据前期的一些数据 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的规则 那么第三 比如说我们的航司限定的 在某一个航班上 随心飞的占比 比如说不能超过20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 动态显示的方式 比如说像我们在买高铁票的时候 说这个鱼票还有多少张 那么这个可能大家就会看到说 这个还是有的 这个可能就是没了 但我觉得这个 这样的展示方式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和实时的数据更新的方式 会让消费者消费的时候 更加心安理得一些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 航空公司受疫情影响严重 今年第一季度 全行业累计亏损398.2亿元 其中航空公司亏损336.2亿元 无法如期到来的民航忘记 才使得各大航空公司主动出击 推出了随心飞这样的产品 开展自救 疫情对东航的影响很大 我们平时的航班有3000班 每天到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航班只有200多班 降幅达到了90%以上 旅客的降幅和收入的降幅 比这个航班的降幅更大 所以在疫情以后 我们要复工复产 就面临着一些困境 除了研究销售 向随心飞优惠产品之外 各家公司也在积极转变 经营管理思路 通过直播带货销售航空特色产品 于培是厦门航空北京分公司 运行保障部的总经理 他告诉记者 在疫情的压力下 公司也做起了线上直播 卖一些优惠的机票 和航空周边产品 我们在公司除了运行这一块的话 每个员工都在群测群力 及时广义地为我们的保产 打平这个战役 都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一些产品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种直播带货的模式 我们公司举办了 大概接近三十几场 达到了50万人之类的观看量 这还是可观的 无论是随心飞 还是直播带货 我们可以看出 航空公司都在积极地自救 弥补自己在疫情中的亏损 但是商家在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地考虑到 是否方便消费者使用 消费者是否能够得到 好的消费体验 虽然说这场疫情 给许多的行业带来了 严重的影响 但是危中有机 那对单个企业来说 如何通过真诚的服务 实在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 赢得口碑 这可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愿意拿出来分享 如果您了解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费内幕 或者是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都欢迎您扫一扫 我们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消费主张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通过留言的方式 把您的遭遇告诉我们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